中止中间的中止就是停止 我们这个案子现在还在中间 这张由宇华区人民政府法治办出制的 中止行政复议通知书显示 2016年9月 却有两名业主向宇华区法治办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但因当事人主动申请中止行政复议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法治办已于2016年中止了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 既然法治办已经中止了审理 东唐街道办为何仍表示业委会不合法呢 记者随后拨打了街道办相关负责人的电话 面对记者的质疑 这名街道负责人很快挂断了电话 随后记者又找到了另一名街道办负责人 这名街道相关负责人改口称 街道办并未认定新芙蓉知都小区业委会不合法 对于业委会是否合法 他们也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目前针对新芙蓉知都小区的物业纠纷 宇花局法治办司法局 承建局等多个部门已就此事进入调节 业委会成立其实只需要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他们的一个选举 一个过程符合物业管理条例的一个相关规定 第二个就是他们到住建部门去进行备案 这样子业委会它就是一个合法成立的一个状态 在业委会已经合法成立的一个情况下 他们是有资格有权利去代表这些广大的业主 去跟新的物业公司签订相关的合同的 如果要推翻这个业委会的一个成立的话 必须要进行一个行政诉讼 要求住建部门去撤销这样一个备案 在没有确定这个业委会成立是不合法之前 它所实施的一切的 所赋予的业委会的相关权利 这个都是应该合法的 街道是应该是 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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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